署長 其實很多朋友對政府產業署未必完全了解 不如我們先由Local講起 很多朋友都發覺你的Local很有趣 其實是代表了甚麼意思呢 其實這代表了政府產業署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去幫部門找地方 和分配一些政府的物業給不同的部門 所以這個Local其實就是我們看到有很多物業 一格格的物業 然後其中有一些我們就會分配出來 署長 我們想了解一下 其實產業署現在總共有多少政府的辦公室 政府產業署其實現在管理46個政府的聯用大樓 和11個政府的宿舍 至於政府辦公室方面 我們其實現在涉及的130萬平方呎的辦公室的面積 裡面分佈在全港大約480個地點 我們是為70多個政府部門提供了辦公室 當中包括了政府自治的聯用大樓 也包括了租任的一些私人物業 署長 另外一個市民很關心的地方 你也知道 其實政府在灣仔海旁 有三座政府大樓有一個重置工程 在2019年已經開始搬遷 其實何時會完成搬遷呢 署長 政府三棟大樓我們一般叫三支香 其實他們的用地將來會另有發展 灣仔聯用大樓的政策局部門 我們就需要幫他們另外找地方 去重置他們的辦公室 三棟大樓將會變成九棟大樓 分佈在不同的地方 其中有四棟大樓已經落成了 包括了現在我們今天在這裡的西九龍政府合處 2019年的時候就入伙了 另外還有五棟大樓將會在2026年底之前 就陸續落成和會入伙了 要當中安排他們的重置 我相信還有很多不同的挑戰 署長 你可不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 當中有沒有什麼困難的地方呢 因為三棟灣仔政府大樓 其實牽涉到大約30個政府部門 裡面辦公室的人士是一萬個 所以在整個規劃和策劃方面 是要做到很詳細的 每一個部門也有不同的需求 其實現在開始到2026、2027年到 陸陸陸續續的部門是會搬來灣仔三棟的政府大樓 但是他們由搬來到大樓正式不再用的時候 中間是有一段時間的 有個真空期 這裡我們為了要確保資源用得其所 我們現在其實就會幫一些部門 它有短期而不是長期需要的 例如它說我用到2026年底的 那些我們是會幫它搬進去暫時用 那就確保動大樓在整個過渡期間 是不會空置、不會浪費了 處長 可能很多觀眾都有興趣知道 去分配這件事 其實你說容易就行、難就行 但是你知道總有一些不同的分配標準安排 你知道我們有些分佈的地段 也是比較優越的 或者比較高價值的 其實在分配過程裡面 你們有沒有什麼標準或原則 去分配一些不同地域的辦公室 就住灣仔三棟大樓 將它分成九個 最主要就是我們自己用自製的辦公室 就是自己建立不同的聯融大樓去做 至於政府其實一貫的政策就是 我們盡量在自製的物業裡面 去為政策局和為部門提供辦公室 但是當沒有自製物業的時候 我們才會出去幫他們租地方 出去租地方我們都會看成本效益 最重要就是我們盡量用成本效益的方法 去為同事找到一些適合的舒適的辦公室 過去幾年我們都在做一個動作 就是將一些在比較高價值的核心商業區的租用物業 我們就將它搬去一些沒有那麼高價值的商業地區裡面 就減低我們政府租金的負擔 而自從北部都匯區的發展出來之後 我們現在的重點就是幫一些沒有地域限制的辦公室 就將它們由高價值的租用地區 例如核心商業區 就搬到將來的北部都匯區 例如金鐘政府合署將會拆卸 那裏有四成金鐘政府合署的辦公室的樓面面積 將會搬到將會在鼓動北起的新政府大樓 第一方面我們便會推出金鐘政府的用地 另外一方面我們亦會帶動到北部都匯區的發展 其實現在我們就將核心商業區轉移 例如將軍澳為例 我們入境事務大樓 同事即將會搬到將軍澳那棟新的大樓 我們現在其實有甚麼地方會類似這樣搬 將軍澳有 還有哪一段 啟德 啟德是一個很重要的發展 將軍澳 接著離不開一定是北部都匯區 這個發展將會非常之大 另外正如我剛才所說 有些我們在中環灣仔這些 相對租值比較貴的地方 我們都盡量將它們搬出去 會去例如九龍灣 觀塘這些地區 在租的過程中 你們都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思考 首先因為我們都是用公帑 所以我們不可以說 我想租A 因為A海景好一點 因為樓層高一點 景好一點 開陽一點 我們當然不可以用這些標準 我們首先看回都是實事求是 就是說真正正的部門需要多大的面積 這方面我們其實是有指引的 另外就會看回它有沒有地域需要 它是否一定要在灣仔 如果不是的話 可不可以搬去遠一點 例如黃竹坑 如果黃竹坑那些都滿足到它 我們會建議它去黃竹坑 例如去到某一個區裏面 有十棟不同的大廈 有得比較的 如果大家提供得到的條件都差不多的時候 我們其實都會選一些 租金比較相宜的地方 但是我們都明白得到 其實對很多同事來說 寫字樓其實他留在這裡的時間 比他家更長 所以在內部裝置和配置方面 我們現在盡量都會給他們多一點 舒適感 很多觀眾都會很興趣 指導處長 其實一般這些策劃部署 是否都要以連計的 絕對不是的 應該這樣說 如果是要自己建政府大樓 這個必定是以連計的 因為由規劃到建築 到搬進去 都是一個很宏大的工程 但是至於一些很急的 它需要辦公室 去推行一些新的服務 其實我們現在有時說 是盡快 過多月左右 可能已經幫它找到盤 我們就像地產經紀一樣 出去四圍幫它找 然後就要靠建築署那邊 他們去做裝修 有很多時候說 我想是半年左右的時間 由開始落單 叫我們找地方 到它入伙 半年至九個月 再急一點的 我見過幾個月都做到 都做到